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说是经历了很久的一个对碰了啊 这是魔王削弱 然后那个龙弓稍微增强之后 稍微一点点增强之后的一个正面的一个较量 那么对面的话 因为考虑到祖少这边开场是五个童子啊 非常的怂 开场是直接用一个九凡清廉来防点杀 但是祖少这边并没有点 而是选择先杀对面的龙龟 对面也是优先的保自己的龙龟 他没有选择龙防御 其实我觉得他可以这样啊 那个龙龟防御一下 然后让另外龙弓给他顶要 这样就不用说等会儿宝宝点他还是很疼 好的 魔王取秒 好像目前来说说封了面上的差不多 因为对面现在没有灵动 而龙三位的魔王肯定还要凶一些 可以看到秒的话两千三 然后这边队长两千三三还是比较高的 然后场上的话对面是有医术啊 女妖村曼珠沙华加龙阵 医术毫无压力 主创这边还好是拿了一个二属 这样的话五中罐可以压制 适当的压制对面的天宫 在女妖村倒地的时候 他就是一属 他可以封的对面天宫出不了手 女妖村是笑了一把五中罐 因为五中罐的话 这个没什么血量 肯定风度涨了很多 而且起了个塔 他觉得五中罐肯定要用大特技 然后对面天宫的话 是选择笑了一把这边的一个葡萄山 那葡萄山起了个指人 应该是控制边的罗汉 但是罗汉的话是让地府接的 这个地府也是运气不错 因为我们知道开场的风度会波动 地府的血量只减少一点 也就代表他被秒的风度应该不多 但是他可能开场的风度比较多 所以刚好是足够 那么这边是顶了一个大金 而且还有就一点就是五中罐的金脉 五中罐的金脉的话 有一个特别关键 就每回合回24点蓝 还有那个一点愤怒 那么打了两回合 他就三回合 他第一回合不算 那么打了两回合 三回合他第一回合是不计算的 打两回合他就涨了两点愤怒 这一点还是比较关键的 好了宝宝点对面的一个龙龟 并没有点的很疼 看龙龟防疫是比较高的 然后现在的话 女儿村是选择单风一把五中罐 但是并没有风中 然并暖 蛇阵的话 主要作用就是抗风 蛇阵抗风 然后与双风队友的话 还是有一点点用的 因为毕竟的话 你是双风队伍 如果对面是一个单风队伍的话 可能蛇阵的作用并不是特别大了 然后对面选择双龄洞 因为对面的队伍并没有地府 所以他们的队伍就打面杀 面杀面杀冲到你控你罗汉 那么你扛不住两个猫猫的面杀 你就叽叽了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打法 因为没有地府 没有地府的点杀 好了主事要这边就不一样 主事要这边就可以优先 可能要考虑点对面的女傲村 因为女傲村慢着沙发卡片减防御 这个目标是比较好点的 然后拥有地府的小死亡 这个也是比较赚 而且女傲村死了之后 武装官就可以压制天宫压制葡萄山 可能你感觉好像小死亡可以提前他 但是你可能出不了手了 对面宝宝也是优先选择点这边的一个童子 但是这个宝宝的话 这个应该是自动了 应该是自动了 好的女傲 这边是在系对面的一个宝宝 这边打1的话 在系对面的宝宝 因为这个是他们的操作手发给我的 就这个68那边的操作手发给我的一个录像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可能队伍打的 这里面也是看得到的 他这边打1是在系对面哪个宝宝 飞了多少只 这个很多新鲜的很多服战都这么系 当然也不排除 这个有可能有拿着一个记事本 就在旁边记着 然后把一个那种就五行 就摆个摆五个数字 然后那个死了一个就改一下 就而已 魔王取秒 飞了一只童子 然后那个呃 这边一个取秒的话1800 现在的话 主视角这边 目前来说的话 还是被控的比较惨的 对面的命中率 目前来说 还是比较高 除了凤五周军那一次 这个没中 基本上都中了的啊 其实双风队伍的话 就要看你的命中率了 还有就是罗汉点能不能控好 主视角这边 因为你是双法队伍 那么那么双法队伍 肯定是怕这边接罗汉的 武装官也是利用这位和金星爵 奋斗一直没用 刚刚被笑了之后 现在已经是两回口了 奋斗肯定够了 那这个金星爵斗 是燃命暖 加点血还不错啊 把自己的风气解掉 对面选择笑一下魔王 因为刚刚的话 主双这边是前面的魔王金星的 他可能怕这边 后面魔王也有金星 所以这个有点怕啊 你看那魔王的流镜很尴尬 哎这样的话 你起个流镜被驱了 然后你灵动也没了 那葡萄山还得给他起个灵动 你不可能不起的 龙少人的魔王 你能不给他起灵动啊 所以现在的魔王这个流镜啊 并不是很好用 我操刚刚那下爆了3400 啊2700 他这个驱山要是没驱掉的话 要是没驱的话 说不定那魔王秒一个暴击 他这边地府 可能就直接挂了 刚刚没灵动啊 魔王这边是秒了2700 有个灵动秒了3000多 要是爆一下真实了这地府 还好啊 这个因为刚刚人家 你驱掉的是牛镜加灵动 这个伤害是要加很多的啊 好一个三飘 中了一个 但是中一个也赚啊 武装官这边有点虚啊 因为场上没高出 宝宝顶不了药 这把如果地 如果说魔王秒过来的话 或者封一下辅助 主要这边可能会直接挂 所以他是选择在保险一起见啊 因为场上对面也没有高攻宝宝 那三只那个攻宝宝的话 都是比较 可能是高康性的 大家也看得出来 并没有什么伤害 所以的话是优秀选择加个天地 保住自己的地府 不要在这边挂了啊 地府的分子还比较多的啊 因为刚刚罗汉折后的话 地府分都一直没用 然后出了个孩子 有天地就不虚了啊 你看那个有流进灵动的 魔王的伤害确实高 但他点的是感知 他阵容原因啊 确实是阵容 他有地府的话肯定不会这么点 有地府肯定点那个抗驱散 但自己没地府的话 你只能想办法有一个鬼眼 不然的话一波隐功教你做人 所以刚刚为开 这个为什么刚刚对面一开始 就直接用九藩青年 看了一排同志 我操隐功啊 魔王秒不到啊怎么办 先他妈的这个 先他妈的用九藩青年再说对吧 保住自己 但是这边并不是这个 全部是杀人的啊 然后这边是起了个火焰伞 那么现在对面命中率非常高 主上这边五重关 暂时是没有出手啊 出手也没封中对面啊 刚刚封了下葡萄山 然而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然后那个祖师在这边 又是一个罗汉军众 刚刚说的地府封的比较多 魔王被削了之后的话 用了一个四海 四海要的封的并没有仅仅多 然后也是被对面的一个 那个龙弓啊 说错了啊龙弓 啊龙弓 我刚刚一直好像说的 这两个是魔王吗 不好意思我口误了啊 这个分了一个自己长嘴啊 不好意思是龙弓啊 我再次强调一点啊 这个就懒得回去录了啊 不过龙弓嘛 因为确实双魔王太多了 看了双法肯定想的是双魔王啊 这是龙弓 对龙弓两个龙弓 好宝宝点对面的一个龙龟 然后这个对面的一号宝宝并没有死 对面一直在保那两个龙龟 因为龙弓的面伤是非常分散的 那么龙弓的面伤分散的话 他这个就会那个就是说秒的多 那么这个宝宝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 魔王因为伤害集中嘛 人的压力更大 因为你秒的话一直秒人 那个人疼人很 因为就秒那个你看 他点的宝宝秒就秒两宝宝 然后基本上都秒人身上 然后主创这边就不一样啊 我这边秒的单位多啊 这龙弓不知道有没有点那个秒10的进门啊 就有一定几率 有20%还多少几率秒10 然后魔王取秒一波 这边龙弓又是一个金群爵 这个星星点灯的话 刚刚也是有塔又来个金群 这个金群非常转 结了蛮多封印的 然后呃 现在对面在不停的顶要啊 因为对面单普陀 而且有一点 对面普陀山一直没起雪人啊 这个普陀山打的也是 这样的话其实药用的非常的快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对面一直在用两个龙弓一直顶要 像现在的 现在来说的话 对面药已经用了不少 他也没精清过对吧 也没精清过也没起过雪灯 唯一的雪灯就在 就是在自己的一个那个女儿村身上 好的 女儿村一个大招啊 这个睡意弄瘾 他怕自己封不中 还是比较 还是比较稳妥的啊 那么这个刚好是中了啊 第二下中 然后那个笑了一下对面那个女儿村 提前控分度 防止你等会 防止你等会罗汉 因为祖赛这边也是双龙弓嘛 毕竟双法打双法的话 那个罗汉一点还是比较关键的 立批的话是批了一下武装罐 他没有批地府啊 这地府有天地啊 而且瓶子卡的话能延长 这个高永恒延长十回合啊 这天地得十几回合了 你居然不批 居然不批地府 批错了吧他 他是要偷杀武装罐 哎 这下只砸了三百 可惜了啊 可惜了只砸了三百 这个真是尴尬啊 估计对面要哭 刚刚那一下砸了三千多 这个就蛋疼了 但是看一下女儿村会不会来个补刀 因为最后那一下三百的话 应该他就可能不太会那个什么了 好 毒了五百多 好出了只虚拟 好虚拟就够了 刚好死了 漂亮这个虚拟出的nice啊 刚好毒毒了五百多 因为武装罐刚好没有血灯 毒毒了五百多 然后一个虚拟秒了五百 刚好死了 这样的话武装罐被封杀 这样的话武装罐就蛋疼 我刚刚以为这边是批错了 因为我说这个干嘛不批天天同寿的 原来他是有套路的啊 偷杀五尊罐是吧 你想不到吧 你以为我要你以为我哪里皮 是要点你的低谱对吧 我都以为了 就没想到他点的是一个五尊罐 而且这个点杀居然成功了啊 可能到那个魔眼团圆 像魔眼团圆真的很坑啊 砸三百 你们大家刚刚有没有注意到 因为他现在伤害是这样的 失败的话是三位增火一 四分之一的伤害 以前是一半 如果砸失败的话是三位增火 这个一半的伤害 对不对 就说你砸两千 本来单烧两千 那么这个砸失败了 然后魔眼团圆砸失败了 那可能就一千的伤害了 现在四分之一 那就很正常了啊 这个几百的伤害就很正常了 再抵个罗汉什么的 可能一百你都看得到 说不定啊 说不定 好 这边拉起了五尊罐 还有点就五尊罐的奇门五行令嘛 他这也是一点啊 奇门五行令的话 血量越低抗训越高 所以砸出三百的话 这个确实对于魔王来说 真的是一个人生中的五点啊 好 拉起了五尊罐 五尊罐起来 但是并没有千束宝宝解他的封印 五尊罐选择人解自己 因为对面没有小死亡 他也是不怕死 只要你不封杀我 我能起来出手就行 对不对 我起来把你的一筹封掉 我下回后还能封你其他人 但是怕的是对面的小死亡啊 这龙龟大死亡 得把这龙龟杀了 等会中个大死亡的话 叫你做人 好的 立披拉起来 直接披的是地府 抱了下一万一 握了个叉 不过好在的话 这个地府有天地啊 对面还没有公宝 我跟地府看一下啊 那跟一下地府就挂了大哥 要免得啊 我中管这个起不来啊 没有宝宝顶要 卡不上要 宝宝速度慢了卡不上要 他是给自己丢的五龙丹 解了封印 但是卡不上要 好 这边 宝宝给那个龙龙顶了一个 好 虚米秒一下 还好对面宝宝 并没有跟这个地府啊 跟着地府的话 地府就挂了 好 宝宝直接拉 我中管 好像主持人的一个4号宝宝没动 应该是4号宝宝卡要 然后3号宝直接拉 他也是要拉一下 保险起见 要肯定要顶 但是要拉一下 就防止万一被直接秒死了 这个药米顶上直接挂了 好 顶了个大金 但这样的话给地府加了不好愤怒 因为刚刚爆了1万1 地府应该是有愤怒的 好的 笑一下地府 防止地府罗汉 封了一下葡萄山 地府是直接起了个指人 再来个大死亡 哎呀 没中 然后力劈交你做人 看一下这下能不能再爆一次 这一次爆的应该也不多了啊 因为有指人了 没爆3500 这个伤害还是很高的 没爆就3500了 因为这个瓶子卡减防御啊 瓶子卡减5%的防御 因为瓶子卡已经减掉你那个数字面板上的一个防御了 比如说你是2000房 已经减掉了5% 就减掉100了 然后再计算天地的 它是这样的 因为你的面板属性已经被减过了 而不是说一次性减多少 好 那么这个力劈是劈掉了对面的一个宝宝 但是厂对面的力劈没有管啊 力劈应该没蓝了吧 我记得这个葡萄山拉起来的话 力劈一般只够一次或者两次的蓝 如果你的蓝稍微多一点的话就够两次 就磨那个姿质高一点 他可能磨法子就多一点 或者是装备稍微有点加烂什么的 他可能就够 因为他是拉前是百分比嘛 就宝宝魔法子的百分比多少来着 然后可能就刚好够劈两次 他刚刚劈了两次啊 然后这个中无魂了 博萄山这个无魂中的尴尬 但武装官现在一直被对面控司有点烦 他这边的话宝宝卡不上药 然后这个力劈没蓝了 我就说吧 还有蓝吗 保护了一下还 保护的话这个打的不疼了 力劈的话也是死了 不过对面的那只龙龟啊 终于飞了 这个龙龟真的让蜘蛛这边很虚的 因为他们这边的武装官 现在是一直死 你可以看到啊 起不来啊 所以你看又没魔王秒死了 他比较怕对面的一个龙龟 那个龙龟的 万一这个大死亡的话 鸡鸡的不用看包鸡鸡的 对面一波蜜蜜蜜药 小没啥什么都没有 就他妈蜜蜜多 这个好的 现在对面没有灵洞 葡萄山中门无魂 应该要补一下灵洞了 现在对面的五号小杰哥没有宝宝 龙五位的小杰哥没有宝宝 看他是先出宝 还在秒一把 因为主上这边被压着的很惨 他可能这边要 他对面要磨出不虚迷 要么就直接再秒一波 主上这边可以看到 连龙龙啊 龙龙对 再次强调 连龙龙的压力都非常的大 好的 宝宝拉起了五重关 但这个宝宝 这个宝宝居然比五重关快 但是五重关还是没有解掉自己封印 起了个指人 罗哈尼龙街上应该 应该站得住 目测地府读一下 稳得一逼 看下地府读一下女儿穿 来听我指挥 come on 读一下 诶 他抓了一下对面的龙 他抓了一下对面魔王 这他妈是什么鬼 什么意思啊 才能够解释一下 他抓对面 他抓了一下对面的魔王 诶没看懂 我是没看懂啊 我看了 我想了半天都没想懂 他为什么会抓一下这个魔王 诶 因为抓魔王的话 好像意义 意义不大 因为你龙龙本身就比魔王坏 他是要抓到魔王 比这个宝宝慢吗 但是主次要的宝宝本来就比魔王 你抓几下得抓得下去啊 他应该是用出技能了吧 但他也对着魔王用的 没看懂啊 这回合没看懂 也有可能是可能掉了 然后顶号卡回合了 有可能是这样啊 好 那么对面的话 那个七宝解毒 不过现在对面没灵斗 魔王是先出了只虚弥 然后女儿孙单封一把 这边的龙弓封重 现在压你输出 不让你的输出 请我虚弥就行了 走向这边千数解了 这边的一个封印 但是武装观现在起不来啊 对面有虚弥控尸的话 武装观还真不好起来 因为现在武装观有了汉加紫人 这罚宝宝他不一定秒的动 这个驱散很赚 对面居然来了个金星爵 因为对面一直没有停药 可能学有点少 但这个时候来金星爵 好像有点亏 你看你魔王本来秒的多的 你他这样秒一下的话 只知道这边对着宝就飞了 并没有选择 并没有选择 那个就是说充一搏 而是选择怂了 直接是怂了一下 先来个金星爵什么的 你这个金星的地府就有的毒了 真的 你一金星地府就有的毒了 好 宝宝秒一下 再来一下 好 千叔死了 但是三号宝宝并没飞 残血 有血灯在又撑了一回合 而且三号宝宝解了武装观的封印 你看很关键啊 如果这位和魔王秒出来的话 武装观起来他又不能动 然后武装观起来不能动 千叔又死了 他又只能人解自己封印 然后他这个天地就加不出来了 他这个天地就加不出来了知道吗 三号宝宝意思 他就加不出这个天地了 可惜啊 然后这边一个自在 那就站住了 好 武装观站住了 天地有了就稳住了 因为对面场上没有什么高宫宝宝的 那只丽皮也死了 不要怕 好 这边也是出了只虚迷 因为现在的话 主上这边是需要一点那个 光出千数也不行 现在必须得想办法清一下对面的宝宝 好 对面又是一个金睛爵 对面觉得冲了好像冲不下来 就觉得先稳一下节奏 现在出点虚迷 但这样的 这个来两个金睛 但这样的话 你等两只虚迷就要被清掉了 点个秘方四级啊 但是血量都满了 还在点秘方四级啊 他这个金睛完全没必要 好 没看到 你直接秒一下也行啊 对啊 一点伤害也是伤害啊 喵宝宝宝也算是伤害啊 真没看懂 好了 那么不过主持人这边的话 现在还是暂时应该是稳住了 因为场上的武装怪有天地 而且现在血量都是一半以上 所以还是稳的 不过对面要用的确实快啊 他前面的打法的话 还是有点那个什么的 他对面前面打的蛮激进的 一直空分路 那波路上很忙啊 就一直没有起过血灯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自己的一个 血量的话 就一直需要宝宝来顶 大家应该有看到 对面前面一直在顶要 要用的非常非常的快 啊这个 好吧 对面这把是要偷杀这个葡萄山 但是男命暖 这个偷杀肯定是失败了 不用看了 这个第一个miss啊 蛇阵起了作用 第二个砸失败了 这血量我估计就算第一下砸中也点不死 第一下就算不砸迷死 这个血量他也点不死了 对不对 好 700啊 肯定是没希望点死的 反而是送了不少愤怒啊 对面这个点杀又是没看懂了 这回合 对面居然选择杀葡萄山 血量没算好啊 这葡萄山血量还要很多的 就算你第一下砸中也砸不死的 而且第一下又 第二下又应该是又砸失败了 砸了800 靠 这啥还看不下去 好这边起了个塔 点了个大眼睛 现在砸失败真的是蛮亏的 我觉得现在考虑点啥 是不是要用单烧啊 以后大家点啥 真的不一定要用没人逃天了 这个砸失败的惩罚太大了 如果特别是说魔王 你一个砸成功 另一个砸失败 真的是包点不成功的 所以我觉得两个单烧好一点 稳一点 稳妥一点还是 好这边点点了一个那个 点了一个龙丹解了封印 好 虚密爆了一下 爆对面武装怪2000多 这个爆的很疼啊 对面没有血灯啊 你这个爆一下就一个大惊啊 不要爆的这么凶好不好 好这个法宝宝 虚密秒一波 但现在的话虚密秒怪意义不大 因为现在有天地 一个是法术免疫 那另外的就是说这个 葡萄山不怕 然后另外就只能秒一个宝宝了 好 遗消进城 中了一个宝宝 蓝兵暖 然后这个笑了一下对面的队长 防止对面接罗汉金钟 对面也是笑了一下地图 控罗汉 生活都在控罗汉点 呃 这边是刷了个灵洞 葡萄山补一下灵洞 因为阻塞这边没灵洞 肯定是优先补灵洞的 地图独一下回点血 地图独应该还不够 不然应该是直接济落汉的 然后独一下回点血的话 那个连毒 卧槽这个回的爽 2000多 啊我项链2000多 我看过一个那个什么 看过那个一个视频 就别人跟一个女的跟一个吵架 他就一直强调 好像在存钱什么的 然后那个神比较慢 他就来一句 我项链2000多 我瞬间 我瞬间爆炸 对吧 好 魔王取秒 这取秒的伤害还还可以啊 挺着罗汉这个伤害算可以了 你看又爆了一下 一号宝宝又飞了 爆了地图1700 没罗汉的话是3400啊 这个一半的伤害嘛 好对面 这个又在出宝宝压制 不过对面这样一直说虚名的话 感觉啊 好像燃兵的 因为现在这边 罗汉点蛮多的 扛不住就来个天地 对吧 冲不下来的 我觉得现在对面 应该出点那种抗性高的宝宝 比如说龙龟啊什么的 稳一下节奏 就现在你也冲不下来这边了 这边 现在罗汉点一直在接 而且你光出虚名真的没有 好对面这个拉了只利皮 当然这只宝宝叫利皮 但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利皮 对吧 你说这就是啊 我靠 那你说这只女的我也信吗 好的 那个狂暴应该是个男的啊 就比较性别难分的 应该是叶罗萨 很多人都在想 他到底是个男的还是女的啊 好 点了个大鸡 然后宝宝一个合击 这个再出了只隐弓 隐弓心虚名很稳的啊 而且对面那个魔王没流进 除了隐弓还是比较好的 隐弓的话 你先魔王 你起流进行吧 你起了流进 下回我就跟你去了 你永远秒不到我的隐弓 我就这样跟你说 你起流进我就去 你起了流进我就去 地府本身又抗风嘛 再加上蛇阵跟鬼眼 你能封中我啊 烧包箱吧 对吧 确实很难封 地府的话能封中的话 确实比较困难 除非我们想起了分一个打PK赛 我打PK赛的时候 那个时候那个地府是被封十次 包中八次以上 包中八次以上啊 开号的就是小梅莎的那个沁子 小梅莎的地府 那个时候也 沁子现在卖号了嘛 就小梅莎的那个地府叫沁子啊 就他开号 就那个 就那个妹子开的好啊 那个地府包被封中八次的 然后后面甚至一场比赛 有人就钻封我们地府 我们就说 那人是不是看我们录像 怎么包封我们地府 我们就一直嘲笑我们的队 你看你看地府人家都封你了 好了力批飞了啊 看来这宝宝看来 确实没什么抗性 然后那个取秒一把 抱了一下三千多 然后对面起塔 两个塔 看来应该是有点虚的啊 因为有罗汉他也秒不动了 现在 稍微的起个塔 闻一下节奏 他要用的太快了 而且肠上没高速宝宝顶要 这小梅莎的雪宝宝去哪里 你能不能吹点抗性高宝宝先 闻一下节奏啊 感觉对面前面还是蛮凶的 前面把这边秒的特别伤 可以看到主射那边压力蛮大的前面 古端怪一死 然后diff被批1万多 魔王那个龙弓都差点被秒死了 但是莫名其妙就一直出蜜蜜 不要一直出蜜蜜 闻一下节奏对不对 你魔王的面上比这边高啊 好 这边一个清风望月 吸收掉了封印 然后对面出了一只龙龟 这里出抗性高的宝宝了 早就该出龙龟了 不应该出那只猎皮来送的 好 起个灯 终于知道起灯了 在博士山也是终于知道起灯了 药有点扛不住了吧 知道起灯了吧 对面的药应该就在这个 就说 这个1号跟5号应该没什么药 因为前面他们俩就用了不少药 药应该是队长 葡萄山跟那个 跟那个天宫的药应该比较多 好像那个 那个龙三味的魔王也用了不少药啊 好 这一下暴击你看 就对面的面上很凶的 一波面 其实魔王的伤害没被削多少 但是唯一削的就是他那个流镜啊 以前他妈的魔王起个流镜 你还真没办法 那个伤害就更高 你就只能看着 对吧 他你一起了的话 人家就起流镜 然后流镜随时保持着 现在魔王都不起流镜的遇到地府啊 流镜啊 算了吧 看了一下流镜啊 算了吧 因为现在的话很多人可能会以为 诶 这个我就跟以前一样 我就这样 我就拿个杆子效果 你不是要上双峰吗 那我也不怕呀 对不对 很多人就觉得好像抗驱散没什么用 因为以前的复战都是双峰 单普陀 然后双法 但是现在地府 人家要上地府了 那你这个 你魔王起个流镜就没用了 真的 可以看到照片在对面也是不打算 就前面起了下流镜之后 也不打算起流镜啊 燃命暖 罗汉之后这两个龙弓秒的伤害 一千 哇你看 这个对面魔王的伤害要比这边高啊 秒人的伤害真的要比这边高 你看 这边人压力多大 你看又残血了 哎呦 这把武装罐差点挂了 差一点点挂了 差一点点啊 我靠 差一点点有个流镜就挂了 包挂的这武装罐 还好 有虚命吗 秒一下这边就没了 哎呀虚命 哎 这宝物比虚命快 哎呀还好 还好救命啊 救命啊真的 这边要挂的话崩了我跟你说 这位要武装罐一挂真崩了 女儿村再封一下这边 因为这位和武装罐一挂的话 女儿村随便封一个辅助 两摩一秒 两摩一秒 这还有什么东西 好女儿村武装罐没中 赶紧加天地 我操 瞬间爆炸 你看 差一点点就没了 第24回合 差一点点就没 真的是差一点点就没了 他这位和不安 他这位和而且还得挂两 没这个天地的话 对面这把封辅助 然后这这这边 基本上又得死个辅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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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两摩一秒过来 除非你龙弓人顶要 对吧 你看龙弓人顶要 扛不住了 太虚了 太虚了 刚刚如果他不人顶要的话 这个魔王一秒过来抱一下就挂了 好 人顶要的话扛住 你看 没这个三千四的话 普通上就挂了啊 女儿村最主要是因为武装罐没死 他又封了一下武装罐 不然女儿村要是封一下地府的话 他要是硬 他就给你来个大招 你就怎么着 对吧 他万一给你真的地府来个大招 看你我这么一直挂 哎 两只宝宝 行 然后给你地府来个大招 你葡萄山只能加一个血能或者波兰 我把地府给你来个大招 对吧 你地府一被封完了 真挂了啊 你葡萄山不可能不出宝宝 你不出宝宝的话 葡萄山加个波兰 只稳一下 稳一下的话 那个魔王把你波兰秒没 你宝宝一直不出也是不行的 你必须得出千数 没办法 而且你还得拿宝宝去拉人 你知道吗 这一点很关键 你宝宝拉人就没法领药 所以刚刚那回合真的太危险了 还好 还好魔王没流进啊 感谢 感谢天感谢地 啊 然后这边顶着一个秘方的司机啊 只行一路完 持续回血 这样的话 武冬官的生命是毫无压力了 好 龙宫群秒一波 对面一个金轻爵 被读的太多 地府真 地府真就想 他什么时候金轻啊 他什么时候金轻 我来读一下 你说完 刚说完他就金轻了 好我又可以读了啊 而且好像对面血量应该蛮多的 这个金轻爵加的血并不多 这宝宝甚至有几只宝都没加血 所以地府说 哎我又可以读了 开身啊开身啊 这龙宝点女王春点不动 没伤害 女王春是选择给武冬官丢了个无魂 这个无魂丢过来的话 武冬官这把没中 这个女王春其实他是可以封的 他这个无魂的话 就封其他人封不了武冬官嘛 他可以封其他人 封一下魔王嘛 封一下龙宫嘛 他应该是有点压力 那有点压力的话 你给龙宫 你封一下龙宫 也可以啊 或者点着龙宫 丢个三票 丢一下就赚了 他居然给武冬官丢武魂 你去赌武魂的几率 我操 武魂的命中率 可比那些封印命中率低得多啊 真的啊 比你要封三票的命中率还低 我可以这样说 个人感觉 玩了梦幻这么久 我是这样觉得啊 好 立批批武冬官 批了4800 其实他不应该批武冬官 要我的话就批地府 地府的防御低啊 这武冬官有只能齐猛武冬定在 你真的批不动 好 那个 这个立批估计也得挂 你出一只立批的话威胁不大 因为我这边龙宝不多 你看像主持人那边龙宝不一直在 然后你的立批应该站不了多久 好 对面借罗汉金钟 那这样的话天空应该输出宝宝 天空出宝宝拿一个宝宝解他 好 天空出龙龟 这回合拿一个宝宝解他 因为他没出千数 如果出千数的话 可以下回合用千数解他 拿出龙龟就得这回合解 要不然就金清爵 好 起了个灯 还双灯 给那个立批带了个灯 龙宝取秒 这个立批能不能站住 再十千批一下 好 血量不够 刚刚已经是被点到残血了 然后龙宝起了血灯血量也不够 这龙龟有点亏啊 一出来就没血了 哎 这下砸神了 他这下来了个魔眼透天 但砸神了啊 这个天地同寿还是蛮烦的 确实 主持人这边天地好像是没了吧 应该 这下批的并不疼 抱了一下子也不疼 天地已经没了 还在屁 然后这边的话 宝宝点对面的一个狂暴 点了三千五 点了个大金 稳住了 对面的立批又飞了 我其实也没有感觉到 就对面出一些杀 高伤的宝宝 就是啊 这边再寄宝宝 啊 334002 啊 一号宝宝飞了 左边都飞了三个 这边飞了 天空的飞了四个 然后中间跟那个没怎么飞 然后最后边都飞了两个 啊 这两只高低伤的宝宝 只在这边并没有管他 就就杀你那两只什么宝宝啊 你这两只我就完全不管 你宝宝多是吧 不用管你啊 主要因为龙公他秒 秒那个七个单位嘛 有时候龙三位可能秒不到 因为龙三位可能速度慢秒不到 基本上就秒两或三只宝宝 那宝宝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稍微跟魔王秒起来 可能要大一点点 但是魔王秒的伤害多啊 你看你妈又秒飞了 魔王的伤害真的还是比龙公高 确实 改了之后魔王的伤害还是很高 但是就是没有牛进了 有了牛进了那就不得了啊 你们也知道 牛进大家的那个法伤 还带个感知效果 这么简直无敌 我操 简直无敌 瞬间爆炸我跟你说 好 对面七宝解毒 顺利弄影 来一个看一下伤害 好的中了 直接顺利弄影中了武装罐 然后这边顶了个大劲 但武装罐这回合一个龙寒金 对了 躲了这个顺利弄影 因为下回合他拿 拿这个宝宝解一下就行了 这个如果巴蛇在的话 下回合武装罐还可以出手 看巴蛇能不能省一下 应该还说不定还真站住 因为对面没有宝宝 魔王可能会出宝宝 那小马哥秒一下 小杰哥可能会出宝宝的 如果对面不出宝宝的话 这两只宝再一飞就没宝宝了 所以他肯定要出一波的啊 不然没法顶要 好龙宝秒一波 好的果然是出了一只 哎又出虚米 哇X别出虚米啊 出不下来啊 为什么那个要做不出虚米 你要做那种抗性高的法方龙龟 是吧 站住 让两魔王跟龙公披面伤 两魔王的面伤我感觉真不低啊 你可以看到 抱起来这边真的是有几波都差点挂 都是要不就残血很虚的 你出这种宝宝没抗性啊 他妈的出了几波虚米了 三只虚米了吧 这就右边的小杰哥好像都出了三只虚米了 感觉好像出了三只还是两只 上高伤宝宝特别多 好无魂丢一个 再起个血灯 确实单普朵回复能力可能差一点 好小爽点对面女儿穿但小爽没中 利皮交理座恩 这是一个高速利皮 速度非常的快 好的批了5800 再点一下 哎 这5号宝宝没伤害 二龙细珠点啥 二龙细珠2500 再来个二龙细珠 好 这个还是没死差一点 这个女儿穿是蛮血的 但是有还有几个宝宝看能不能利公 好 魔王群秒 这个巴蛇飞了 这个利皮也是挂了 这个高速利皮并没有什么 高速高伤的利皮啊 他就是没什么血 这个跟隐公一个道理 如果你的宝宝速度快 而且利皮的话跟隐公来说 利皮的属性更差 你合的利皮的话 他这次肯定不会太好 就算你利皮这次太好 你这个技能也不敢乱打 你不可能说像隐公一样打的特别完美 什么高敏捷我要是吧 隐公高敏捷我要 什么吸血啊 这个夜战啊 暴我这个必杀啊什么的 突袭啊 我必须得要强力我也得要 对不对 还是这技能我一定要 他说那利皮他不可能说打的这么完美 他就觉得差不多好像哎感觉要掉了 得收一下手了对不对 而且你们知道大利 如果合过宝宝应该知道啊 多技能宝宝好合就在于他的技能多 大利金刚的话你最多4技能 但是4技能大利金刚那个胚子得多贵 对不对 所以的话一般的话 大家都是选择买个两技能或者三技能利皮来合 那么就算你4加2嘛 一般狂暴的4跟4加2嘛 4加2加3啊 也就是说最多啊 最多就9技能 但最多啊 那最多是你想最理想是9技能 但是不可能说一下就出9技能利皮对吧 那你一起得多好啊 晚上去买张彩票 说不定还能中个奖 分了一个唯一买彩票中奖的就他们10块 10块 是的 没错 就10块 那个呱呱乐啊 就那种呱呱乐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啊 呱呱乐我中了5次 就一张里面中了5次 全他妈10块 我就想你他妈逗我玩吧 不说最高40万吧 不知道你们那边 不知道其他玩家有没有那种呱呱乐啊 就是那种最高40万 然后10块钱一张 我呱呱 一张里面呱中了5次 想我一看卧操中了 我靠又中了 我说哇 太开心了 应该怎么这也得有3万块吧 一看10块再看 诶10块再看又10块 我操加起来就50块 瞬间爆炸 你妈逗我完了吧 这他妈从此以后再不买彩票 靠 这他妈就坑的 我就这么坑啊 中国福利彩票 肯定是送福利彩票 为什么叫福利彩票 给人送福利嘛 对不对 给别人送福利 我靠 这边对面人 想靠这个赚钱 真的是 还是有点压力的啊 把这边说序名反冲一波 有些人女儿冲挂了 这个时候是反冲一波 刚刚对面女儿冲没点死 对面 但是对面顶要的话没有顶好 你没有说这个 你主持人在这边一个驱散点是吧 他没有 对面没有选择人给这个顶大惊 没有说人给女儿冲顶大惊 因为这两个龙弓比对面魔王快 魔王是卡不上要的 能卡要的就是女儿冲自己 跟那个天公或者葡萄山 如果我是对面想保女儿冲的话 就选择三个人 三个人都是卡要 两个魔王秒出来 宝宝保护一下就站得住 但是他这边是 可能是这个什么啊 考虑到什么 他就没有选择人顶了 就女儿冲自己给自己顶了一个 一个肯定不够 两个魔王就能给秒死了 如果对面三个人同时顶的话 女儿冲就站住了 站住的话就好了 好对面人解葡萄山 然后加了小死亡丢过来 但是这个龙弓取秒一波 这个应该是人解葡萄山 然后来个金青什么的 但是这他妈的 葡萄山被笑了 卧槽这个笑你尝到 nice啊 人解葡萄山 然后让葡萄山来金青 但是的话刚好是被笑了 不然的话女儿冲这个 就好一点了啊 可惜啊女儿冲的小爽点了 这个应该是大死一丁啊 因为现在的话 武刀冲拿到了医术了 就是分裂刚刚说的 你女儿冲一死的话 嘿嘿那我是医术 不好意思你的天空想最少 没可能啊 这没可能 而且对面的话 药也用得比较快的 基本上也没什么药啊 前面药用得太快了 对面前面狂冰药的 好再出蜜蜜 哇操你 大概这个情况下来还出蜜蜜啊 你是应该出点抗蜜膏的宝宝 来给我们一下 小明杀的蜜蜜到底有多少呢 这是一个问题啊 还出 对面疯了 疯狗模式啊 妈的感觉对面 感觉啊 我好像输定了 直接一波蜜蜜跟你冲了 嗯 我跟小 我跟陈兵兵打过PK的嘛 很久以前 也是打那个进武天神赛 感觉这个人就是啊 冲的时候就很冲 就跟以前跟我们打 我因为我们团队那个时候 没有地府嘛 就是他妈的四波隐功冲我们 你敢信四波隐功 我们没有地府 他出四波隐功冲我们 不过分力哥还是扛住了 最后最后两摸 最后把他给反反反操了啊 然后陈兵兵这个 然后看他PK啊 你们看我打 看解说小明杀的PK 小明杀书 基本上就是书 书就是在 其实有时候他不该充的时候狂冲 就狂冲别人 该充的时候他就自己来 莫名其妙的就是自己狂顶要 他可能自己 我知道你学少 但你如果他可能再秒两下的话 这边另外一方绝对崩盘啊 他就莫名其妙来个金星爵啊 顶点要什么 像这边可能又机会和他 秒几下魔王那个时候 对啊 我知道可能对面学少 但是他如果那个时候的话 秒两波 魔王再爆一下 肯定很稳的啊 好这个金星爵 加点血量 顶个大金 魔王取秒 但是一个取秒 没用啊 这魔王你妈比顶着罗汉 爆了五千多 这没罗汉的话得一万啊 什么情况啊 顶着罗汉爆了五千多 是那你们没看错啊 没看错 顶着罗汉爆了五千多 好 900 这边再出个法联 其实证明他也可以看出来 魔王的伤害并没有减太多啊 并没有减太多 但唯一的缺点就是说 流进的话基本上 你就 你如果有遇到地府队的话 你就别想要有感知效果了 那你就必须点那种抗驱散的了 如果遇到那种地府队的话 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 你必须得要一个 自己得那个带个地府 不然这样的话你遇到隐功就毫无办法 就真的毫无办法 除非你的团队啊 每个宝宝都带感知 有点像那种熊女啊 每个公宝宝必带感知 那可以 那你可以点那种抗那个什么的 他觉得无所谓 但是 还是有点缺点 就是说如果 其实很多时候的话 你当枪为何拉隐功 比如说那种速度快的 风隙啊或者辅助拉隐功 魔王就 如果刚好有流进 就可以直接给你秒到没血 下游和自己给你秒死 但是 如果就说 如果光靠隐功 靠感知宝宝来点的话 你可能 感知宝宝你也知道 速度肯定被隐功快 那隐功拉起来也是满血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其实光靠感知宝宝来 来这种轻隐功的话 还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现在魔王 这个 现在的魔王一点 就在于啊 你的宝宝选择性上面 你的这个流进 选择性上面 什么样 好像你带了宝宝 如果你的感知多的话 可以稍微的点点那个感知效果 比如说两个魔王 一个点抗气散 一个点那个什么 对吧 一个点流进 所以你一个魔王就不要起 有点另外一个魔王可以起 或者说啊 两个魔王都点那个抗气散 然后你自己的话 就多点点感知 也是可以的啊 或者你自有地府呢 就当我那个 就当我别说 好 地府回血 但这种比赛 大家可以看出谁赢了啊 那分裂的话 会在12月初回归末幻 详细的回归的频道的话 我会在我的视频中那个说 而且也会在我的QQ上公布的 还有我的微博上面 所以的话 大家如果想听到我的第一视角 这个解说的PK 其实这种比赛的话 当初分裂这个也是 坑算了一下解说 帮他们解说了一下啊 对吧 解说一下这种比赛 我就觉得打的蛮不错的 因为确实主持人开场 被压着很惨 但对面的话 确实是被一波给撑了啊 女儿村一死 基本上大势一定 基本上就女儿村一挂 对面就崩了啊 基本上就崩了 而且还有一点就 女儿村崩就崩在 他死就死在主持人这边 还他妈出高伤宝宝 你还出高伤宝宝的话 那你宝宝飞得更快 他没有说 选择可能说出点抗心高的宝宝 等到女儿村 因为你肯定是不能说 因为这个魔王速度快 对面肯定看不了药 你不能说 你不能说小鼠王提前拉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拉起来的话 不 龙弓啊 说说啊 龙弓 你拉起来包不给龙弓瞄死 那就怎么办了 你等小鼠王没了再拉嘛 但是他还在出高伤的宝宝 那你出高伤宝宝的话 那就是说 让这边继续的给你压力啊 他如果出点抗心高宝 稍微稳一下 可能好一点 好 这边是要射魂点对面的小杰哥 给我小杰哥个面子 可是这个面子有用吗 死了吧 秒不动 500 这个龙弓是射魂 呃 龙弓没力弄 难怪啊 这个后面的龙弓没力弄 秒了500 这边秒600 好像也差不多 不过刚好是秒死对面小杰哥 没死还有逆劈呢 好 逆劈劈孩子 爆了 爆死了 那这样的话 这个孩子就拉不了女儿村了 这个逆劈应该是跟着魔王吧 感觉啊 应该是跟着魔王 哎 拉了 用队长宝宝拿的 这个宝宝是个龟宿的 好 他说的是超级神马 我操 居然是超级神马 超级神马 1600的速度之质 但是并 呃 但是神兽的话 在福战的话 应该 福战的应用价值感觉并不大 就69的话 可能好一点 用69的话 力批的话 其实他如果1600的之质 还是蛮屌的啊 对不对 但是这个 福战的话 因为考虑到这个特性的原因啊 如果弄到110的特性的话 所以神兽比起来要差很多的 不差一点 差很多啊 稍微 因为尤其越高级的宝宝 弄到高知智跟高成长就越方便 可能差9的话 你可能说1.3的成长 1600的之质 那太夸张了 这个之质 就算少点属性无所谓的 对不对 但175的话 这种宝宝的话 就可能 你比如说你找一个那种 找一个那个精神罗汉 是吧 1.295的成长 1600多的速度之质 是不是 这个满自质的 然后体质也不低啊 体质我就是精神罗汉满自满自质的话 是6000多 然后房子也高 房子1580还多少 那这种宝宝 你再弄个110的特性 那就比这个神兽好太多了 好 这个取秒啊 神马当然是加速度啊 可能考虑到 毕竟神马有那个加速度的这个特性嘛 他加速那个技能嘛 好笑一下对面的队长 好 顶了个大金 这个神马的话 基本上在175来说 神马的 一回合就给你秒没 真的 175来说神马根本站不住 真的 你要弄血管我神马他根本站不住 小神王点杀对面的一个魔王 好的 那么这么一下也是 恭喜那个蝴蝶拳 但是最后的话 结果就是 蝴蝶拳最后输给了紫金城 那么决赛的话 就是紫金城跟那个 呃 紫金城跟那个呃 顾书城打 就CC联赛的决赛 是因为这场是半决赛嘛 他们是一个采取双败的制度 败者主跟败者主打 然后败者主 然后那个赢的 因为他们已经失败一次了 然后他们失败了 然后 要跟那个要跟谁打 要跟紫金城打 那么 因为当时是这样的 就 顾书城跟那个 紫金 跟那个紫金城争夺 争夺那个 就决赛的名额 那么如果输的那个 就到败者主 然后顾书城赢了紫金城 那么顾书城赢了 他就到了胜者主 那么败者主就只剩下 因为那个蝴蝶圈 已经是败者主了 他跟小梅莎这个是谁打 谁就淘汰了 然后他赢了 然后就跟那个 那个 顾书城跟紫金城 那个输的那个就打 就刚好打紫金城 那打紫金城的话 他要输给紫金城 那么现在决赛就是紫金城 打那个顾书城 然后 他是这样的 顾书城赢一赏 他就拿冠军 因为他胜者主的冠军嘛 然后呢 那那个 紫金城的话 决赛刚好是今天开打 是今天吧 好像是11月3号 对 因为我录视频的时间是11月3号 但我不知道传上去什么时间 所以到时候 如果角色打得不错的话 分裂哥给大家录下来 给大家录下来 我觉得只剩小挪冠 应该蛮难的 赢两场 毕竟人家赢一场就行了 对吧 就等于说 这个三场比赛 三打二胜 还不是三打二胜 人家赢一场就赢了 好 这样比赛的话 其实这边打的还是可以的 但最关键一点 就在于其实对面的话 有时候出宝宝 真的是感觉出错了吧 有时候出一些高输出的宝宝 真的 看对面如果出 对面如果出点抗性高的宝宝 然后葡萄山把雪灯起上 对吧 抗性高一点 两个魔王秒秒 对秒 堵上这边压力大的 真的 这边人其实被魔王秒得很伤的 然后差不多你秒死了 或者该几回合偷杀一下 你再出一波虚明冲吗 或者是隐功冲吗 老是一两只隐功 然后一两只虚明冲出来 然后又冲不下来 一会就被清了 清了之后又出宝宝 然后又狂顶药 所以自己就被自己的 其实被自己的宝宝给拖在你的脚步 有时候啊 有时候是这样的 好了 那么我们恭喜那个蝴蝶拳 好不好 自己给 боль车 נה 嗢 下马明